導演很久沒有在廣安跟媒體見面 因為他有這麼多人我很開心 其實蠻開心的 因為譬如說有一些攝影大哥還有記者 都是從我出道就認識20年了 然後因為出道的時候我是歌手 然後我的事業分了幾個階段 歌手然後演員 然後現在走到了導演這一步 然後就是見到一些認識了20年的 比如攝影大哥 就從我出道一開始最嫩的時候就認識 然後到現在已經快要進入到中年的年紀了 所以其實也是我覺得蠻溫馨的感覺蠻開心的 你最近幾天有在忙什麼嗎 其實因為我現在自己之前導了一個戲在播 誰在你身邊 所以就是忙一些之前買一些後製的東西 然後一些宣傳的部分 然後很快我會進入到再拍攝下一部戲 是公共電視的你的婚姻不是你的婚姻 對那我的單元應該很快就會要開拍了 所以現在也是在忙一些前置作業的事情 那我覺得之前在隔離我覺得也蠻好的 就等於說我有很多自己的時間去做這些劇本上面的一些創作 然後做一些前置作業的事情 所以應該會在短暗留一陣子 對對對應該會留滿長一陣子 對 所以現在都是涉月在電視這一部 沒有要涉月電影 暫時還沒有 因為我覺得電影可能對我來說 目前對我來說可能 就是以我的了解了 就是會掌控一個電影的一個票房的元素太多了 那我覺得很多不可控的元素 我覺得我的心臟還沒有到這麼大顆 那我覺得現在因為有很多OTD平台 所以其實很多劇集就不會像傳統以前 可能15集或者是30集這麼長 有6集 8集或10集 所以空間就會比較大 然後這個長度也 其實就把所謂的傳統電視劇跟電影的那個距離給拉近了 就現在很多影集其實就很接近電影了 所以我覺得只是一個所謂篇幅長或篇幅短 它其實並不存在於哪一個更好或更高級的這個想法 我自己覺得啦 所以我覺得只要自己要導的這個作品 它是符合長篇幅的 那我覺得就去拍長篇幅 如果是個短篇幅的 那比如說現在公共電視這個你的 《會員不是你的會員》 它也才90分鐘 它其實也是一個電影的一個長度 那我覺得也蠻好的 只是播出的地方不一樣而已 不是在戲院播出 而是大家可能在家裡透過電視 或者透過電腦網路去看而已 平常有在收集錶盤嗎 平常 其實手錶對我來說真的很重要 然後呢 是重要到人家以前都會叫我說是有強迫症 我是一個時間控的人 就是我從出道幾年後呢 其實我有一個很奇怪的習慣 就是我睡覺 洗澡我都不會摘下手錶 對 然後我老婆也習慣了 她覺得莫名其妙 對呀 因為我是就是睡覺起來第一件事也是看手錶 然後呢 洗澡會 看我要有多少分鐘去洗澡 因為 其實工作也算繁忙 然後呢 又不想讓自己 全部時間都只在工作 也想有自己的一些私人時間 所以我就是時間的分配對我來說就很重要很重要 對 所以我是一個非常用 以時間來支配我生活的一個人 所以老婆沒有送你錶款啊 我送過我老婆錶款 她沒有送你啊 對 我送過她 然後呢 但是呢 我知道我不應該送她錶 因為她是一個非常不受時間約束的一個人 對 然後呢 結果呢 那支錶都是我在帶 所以我就學會了一招 所以以後呢 如果我自己想要的東西 我就借機送給我老婆 然後等她嫌棄的時候我就拿來帶了 所以這樣的話 可見這一次工作亂馬 也是有時間陪老婆嗎 其實時間調控一下嗎 對對對 其實我覺得 慢慢的會覺得其實 呃 我覺得時間的一個規劃呢 就是不能只是在規劃工作 她要規劃親情 規劃跟爸爸媽媽相處的時間 我覺得這個才是一個成功的人生 對 要不然人生就不平衡了 就只有工作的話 那有計劃生小孩 嗯 有一段時間 對啊我也不知道 因為這個問題也被問了十年了 哈哈 但結果都還沒有生出來 我也不知道能再給大家什麼藉口了 對 所以就順其自然吧 所以有在特別逼嗎 還是順其 也沒特別逼啦 就順其自然吧 對 我覺得 呃 會有的話就有沒有的話也沒關係 因為 老實說 因為我爸媽她 他們其實之前呢 就可能十年前就是也常會問 剛才問的問題 對 但後來呢 其實 他們也覺得現在 其實社會可能跟以前也不太一樣了 對 可能 呃 太多的資訊 那 你怎麼去 好好的去養大一個小孩呢 也會變成 一個人生的一個很重要的很大的一個課題 那所以呢 他也會覺得 他們也會覺得說 呃 就我跟我老婆兩人世界也好 或者我們有小孩也好 都OK的 但沒有真的很想很期待嗎 就是 還是有小孩比較好 會有一起討論過 當然會期待啊 如果有小孩的話 但當然也會有 也會有想到 哇 如果小孩 他 期待如果是他長得好 當然是好 如果他成長 然後呢 學壞 然後呢 比如說我說他些什麼 然後他在網路上就可以 舉一反三的去反駁我 那我也很 很沒辦法 因為現在 跟我以前長大的時候的那個社會 可能稍微比較不一樣的 對所以我也不知道現在 我有沒有那個能力去把我的小孩 教育成一個很符合我跟我爸媽或我老婆能接受一個家庭標準的一個想法 對 怎麼會這麼憂心這件事情啊 其實你應該不會這麼擔心 沒有啊 因為你很多年沒有小孩 常被問到 我大概給自己的台階 想一些藉口 沒有啦 我覺得這個其實是一個我覺得是 呃 就是可能到了這個年紀會去思考的一些事情 對 所以真的要生的話 你比較想要生男生還是女生 呃 其實有就好了 對啊 其實我覺得都都好 對 你今天就是過敏啊 像以前在工作的時候 是不是也常常有這樣的困擾 像是特別辛苦 要開心的時候 對 因為其實大家都說很像我外表看起來還蠻大隻的 但其實 呃 是什麼外強中肝喔 那種說法 對 因為我的身體毛病還蠻多的 就比如說我有氣喘 對 所以呢 以前在 呃 雪山 雪山上拍戲也差一點拍到 我當時以為我是要死掉了 因為真的是呼吸不了 然後我的臉都發直了 對 然後呢 我也有 呃 從小就很嚴重的一個過敏 對 然後呢我之前去做體檢 呃 0到99嘛 0是最輕 99是最重 我是 超過了99 所以在那個醫院的那個那個表裡面已經超過了 對 所以 我今天會這樣子呢 其實 我覺得也是可能是因為 呃 季節變了 然後剛才也吃了過敏藥了 對 對 OK 謝謝 OK 謝謝 那個表面下壓一點 不然會反光 嘿嘿嘿嘿 可以啦,這樣比較低了,所以我看就知道 好,是不是 誒,我好轉個方向 哈哈哈哈 來這邊囉 這邊,這邊,這邊 這邊 左邊,左邊 這邊 那邊,這邊 這裡,這邊 直接转一转 再转过一转走过 走过 你得留下来 蛮雾这边 你从外干一下 从外干一下 从外我们再从外 好 来这里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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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 哈哈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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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左邊,右邊 你的臉頭會點關愛的眼神 關愛的眼神是嗎? 好 好,我們就要到達五題時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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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兩個六題時間了 到達五題時間了 好,我們就要到達五題時間了 那些五題時間了 我給大家聽見 看來 uh 有什麼好像要來的 我們就可以去看看 你們要多留意